那麼剛剛呢老師呢已經有進到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群組以後 您按了右手邊這個學習對不對 好就進去了 那麼您點進來之後呢 點進來之後幾個瀏覽方式你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一進來之後 會跳我裡面的第一篇文章 那如果你要跳下一個 直接從左右這邊箭頭這裡 這是第一種方法 好第一種方式你可以從這邊用 那麼呢您也可以點哪裡 點這個直接點在課程名 就是那個教材名稱上 有沒有就全部跑出來 對不對這裡面就有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簡報其實是放在這裡 在這邊 有的老師可能有用過對不對 這個你把它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您要做筆記的話 在哪邊在右手邊 在右手邊這邊 上這個上禮拜有 所以您可以也可以把網頁內容 直接負貼上之後 記得按個Enter就好 那如果您是要做塗鴉筆記的 就由這邊進來 就由這邊進來 那塗鴉筆記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您要做完了之後 記得按個儲存 有沒有 右下角這裡有儲存 不要忘記了 把它儲存起來 那一樣就會出現在這邊 就出現在這邊 那如果這個教材您已經看完了 您可以把它勾起來 可以把它勾起來 那麼全部都好了 我就先離開一下 從這邊先離開 那剛剛呢 因為有老師在問喔 老師在問 因為他按的 我們剛剛是不是按這裡 對不對 但是呢 老師剛剛按的是這裡 那有沒有不一樣 有 如果你按的是這裡 是直接學習的 那這邊呢是看統計結果 你看喔 我們進來之後 你看那麼多人 有沒有發現 剛剛老師的 哇 通通都進來了 喔 有人看得很快喔 有沒有 有人看得很快喔 那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1 為什麼 因為他有做筆記啊 人家來用工的做筆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可以公布嗎 你看 你看 他剛剛看這個 就做了一個筆記 還看了2分20秒 然後呢 這些單元 就很清清菜菜有沒有 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發現 有個好處 我們跟學生之間的互動 我了解更多了 我們 系統不在於監控學生 而在於說 能夠讓老師 得到更多的訊息 對吧 那麼 我們後面還有測驗喔 像老師表現得不錯有沒有 我們就告訴他 有一個可以加 有一個可以加 欸 喔他這裡有 有問題 這個小bug 來 我給各位看這裡 這裡有沒有一個表現 有 對不對 加一分 對啊對啊 加分 加分的 事實上這裡啊 這裡現在你看到是不是都沒有 對 我事實上其他我有 齁 我把我的先進來給您看一下齁 像 我從暑假開始 就上學期的暑假 到整個上學期 我所有的課程我全部都用這個方式上 那我是覺得其實老師得到的東西是蠻多的齁 好 那你看有沒有 我都有準備很多 有沒有 我就把它 所以老師如果有 有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個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那麼我們可以到成員這邊 這個是 像剛剛 喔老師這裡 秀穎 秀穎 對 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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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看到他有課前就有預期了 我就給一個嘛 那到學期末的時候我就有送東西啊 老師照片照片 我不會那麼寒酸 哈哈 照片同學直接用拍的就好了 哈哈 哦OK 那幼稚園就是給貼紙嘛 對不對 好那老師有沒有覺得這樣比較有趣一點了 好所以那這個部分呢 除了老師您剛剛看到的這個 是比較屬於教材這樣直接看 因為教材有很多種類型 所以我稍微把它歸納幾個在裡面 那麼呢也蠻建議老師您先看看 測驗的部分 因為有些老師會覺得 測驗其實也蠻重要的對不對 我可以了解一下同學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那學習的時候呢 也可以進來這邊 那麼one note這邊呢 他現在的測驗新版本 您測驗的結果 比如說你可能剛測了一次 現在又測了一次 他會把那個紀錄留下來 好會把這個紀錄留下來 我可以先請問一下老師 請問這個是農曆還是營曆呢 還是陽曆 欸不錯喔 老師果然有問真 我故意講錯了 請問二十四節系是國立還是農曆 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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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會看統計 某立 還有一個喔 還有一個也很重要的喔 陽曆 有沒有每個月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七月大八月又大 為什麼二月都特別少 我把十五個重招 啊 二是那個啦 所以要麻煩老師測驗看看喔 那我把畫面趕快還給你 這個是頭髮實在是電的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老師有做完測驗 那我們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答對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你點進來看一下喔 點這邊 好那 您可以看到上面是不是有那個 每一個教材的名稱 您可以從這邊看到喔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的第一個 二次結器的 它這裡有一個有沒有 這裡它放的比較裡面啦 統計的資料放就是按這個 這個小小的這個 然後選擇你的這個進來 那麼你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剛的結果 還在跑 欸 怎麼沒有出來 不用不用不用下載 它上面會直接顯示 欸那我看第二題的 看有沒有 哎呦 你看 喔 所以老師答對的很多耶 都買時代自訂的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會的也不少吧 哈哈 那您可以看一下 欸 欸每個人答的時間有沒有 還有常態分布跟完整分布啊 就看答題的時間長短 有的人考慮比較久嘛 沒有關係啊 那如果有人有做筆記的 這裡也會列出來 也會列出來 那所以 如果說 欸從這邊看到了這個結果之後呢 因為它下面有沒有 每一個誰答對誰答錯是不是都知道 哈哈哈哈 趕快要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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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表現就可以從這邊進來的啊 哈哈 這樣了解齁 欸 所以 新版本它有多比較多的功能 就是像這樣你可以看 那麼 您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在這個筆記的地方 那所以 像這樣子的 你點某一個進去也可以 它是根據這個做排序 如果直接點這個名稱的話 是做排序 點旁邊這個 你也可以做篩群 或者哪些欄位你不想要的 可以從這邊去把它篩掉 你可能整個畫面你不會覺得那麼亂 好不會覺得那麼亂齁 那 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欸 好 那麼 您可以看到像在這邊有很多個 那麼 如果說剛剛老師可能做 有做答題兩次的 兩次的 那麼 您可以看到喔 在這邊齁 比如說我們點它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它只有一個 來你看我把這個打開 它如果有做兩次的 點到這邊會有兩個 有沒有 就是進來之後呢 點到 學員的 名字 你看喔 看哪一位 比如說在這邊 點一下 好 這裡 喔喔 笑感動天 它有兩個有沒有 點開 你看喔 有沒有 它作答的 那從這邊 它真的打兩次有沒有 這樣了解齁 你就可以看到 它第二次做答 跟第一次做答 哪裡不一樣嗎 所以等於說 學員的這個歷史的紀錄 它會幫你留著 這是跟之前不一樣的齁 之前不一樣 所以 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邊 看到比較多 大家的一個什麼 一個 學習的歷程 學習的歷程喔 好 那麼 另外呢 你也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你看我們在剪接這邊 剪接這裡 您可以幫您的這個群組 加上一些說明 那麼 比較重要是在這邊 如果您覺得說 希望 把剛剛那些統計資料 開放給學員自己看的話 您可以在這邊打勾 好 看你知道單一個還是全部的 像我在學校的那個 同學的成績 我們都是 open的 資料都是公開的 但是是 那一個班級自己公開啦 不是 不是完全都要公開 好 就是說 只要是我們的學員的 那就是公開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別人的成績 那公平公正嘛 好 所以您這樣這樣子呢 就可以比較清楚了 在 另外呢 在這邊有檔案的 或者連結的 好 如果老師有某些檔案 比如說你的教材 您希望我常常會用到的 就可以從這邊把它加進來 就可以這樣 那 有一些可能跟我們課程 比較有關的連結 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所以呢 老師也可以從這邊齁 找到我們 兩個我的資料 待會我們 這節課是不是稍微 讓老師稍微 起來動一下 起來 要嗎 要休息一下齁 那我順便把一些軟體 我摳給老師齁 那 您可以從這邊 第一個是我的 部落格的網站 那第二個呢 是我現在我們 因為原則上應該 大部分 大專院校都會有自己 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我現在已經有開放給老師看 平常我在學校上課 是像這樣子 我所有資料通通都在 對平台上 那 同學教的作業也在這邊 作業也有精華區 做得比較好的 然後呢 常見的問題有沒有 老師一定會常遇到同學 每次都問某幾個問題嘛 所以我把它整理起來 下次自己看 那我們的教材 通通都在上面 還有很重要的 我每次都會有錄影 所以哪一節課上了什麼 同學技術訓缺席 沒有關係 因為每一節課上什麼 都在這邊 他直接就看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完全公正公開吧 那其實對老師來講 最大的好處就是 自己收穫最多 因為你整理好了 老師只有什麼 起頭難啦 因為剛開始我的資料也沒那麼多 我是慢慢累積慢慢累積 那當你第一個學期做了 第二個學期是只做後半段 第三學期再多做一點點 以後 是不是就只要補充跟更新教材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 雖然我們2月9號就開學了 蛤? 我們早就放很久了 我們2月9號就開學了 所以我新的學期開始 我真的不用準備太多東西 因為我就copy過去就好 學校系統就copy過去就好 就很簡單 所以像我的教材 我們就通通都放在上面 那同學有需要 就可以自己回去看 OK 那我就先到這邊 讓老師呢 先稍微瀏覽一下 好